我看甚麼都很順眼 現在我見到一個家庭的爸爸不做事 一天只顧著跟兒子打機 對我來說,這個是親子好爸爸 媽媽只顧著打麻將 但她沒有打子女 哇,這就是母愛的表現 兒子吸毒,但沒有拍下他 這就是成熟 女兒14歲就生兒子 但她不說粗口,這就是有家教 總之做人不要要求太多 不要要求甚麼食得焦脊 我彈球是死得舒適的 千萬不要在火撞的時候告訴我 其實你還沒死 我拍完 現在人生是很灰,有甚麼辦法 又不見了一半身家 在整個金融海嘯裏面 我唯一感到安慰的 就是有本權威的財經雜誌 說 李嘉誠先生都不見了五成身家 何鴻燊不見了九成 那就是說,我和阿誠哥是平手 贏了何鴻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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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贏了何鴻燊